本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,禁止抄袭转载,为者举话追责,人上一百,百事不缺,树林大了,什么的鸟都有,中国人太多了,什么样的人都有,自从李小璐所谓的耶稣事件爆发之后,虽然没有什么实锤,能够证明李小璐做了对不起贾满量的事情, 客室总有那么一些,总是想拆散他们的婚姻,今日,有网友在公园偶遇,到带着女儿甜心玩耍的贾满量,自从年初时间之后,贾满量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和女儿同框了,这次带女儿出来玩,想必也是一姐妇女两人长时间的思念之情,没想到,这组出片在网上疯传, 8月22日中午,贾满量发文请求大家,给予孩子和大人一点空间,从贾满量的长文里我们看出,这位网友在偶遇贾满量和甜心后门很是开心,拍了很多照片,还要求自己的孩子和甜心合影, 并答应贾满量不会把照片传到网上,贾满量相信了这位网友的承诺,答应了这位网友的合影要求,没想到这个人出尔白尔,最终让照片在网上疯传,网友的举动也激怒了贾满量,从贾满量的声明里,我们看到,为了保护家人,他以后不会答应网友的任何要求了,贾满量说, 现在,不管陆路出现,甜心儿出现,母女出现,妇女出现,我单独出现,父母生日,都会被舆论一番,拼借路透的照片营销号,开始展开奇妙的想象力,这种无聊的新闻,对我们家来说等同于永无至今的伤害,从贾满量的声明里,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内心是多么的无助,网络调言是多么的可怕,已经让贾满量苦不开, 网络调言,贾满量也表示,今后任何会带给甜心儿妈妈,带给甜心儿伤害的一话,我都会拒绝,也就是说,他不会再让李小璐和甜心再受到伤害,看了贾满量的声明,网友一挺他,保护家人不受伤害,是男人的职责。 感谢观看